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早安 弟兄姐妹感谢主美好的事 就在我们打开圣经的这一个时刻 因为主与我们同在 阿们 我们一起来读十一章 从十一节我们来读到十六节 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 我且说他们失脚是要他们跌倒吗 断乎不是 反倒因他们的过失 救恩便临到外邦人 要激动他们发愤 若他们的过失为天下的富足 他们的缺乏为外邦人的富足 何况他们的丰满呢 我对你们外邦人说这个话 因我是外邦人的使徒 所以敬重我的职份 或者可以激动我骨肉之心发愤 好救他们一些人 若他们被丢弃 天下就得与神和好 他们若被收纳 那岂不是要死而复生吗 所献的死心面若是圣洁 全台也就圣洁了 树根若是圣洁 树枝也就圣洁了 那弟兄姐妹这边告诉我们什么呢 保罗还是在讲到 以色列人到底 他们这样的状况 到底是不是以色列人就被弃绝了 那弟兄姐妹感谢主 保罗的意思说神是不改变的神 神拣选了他们 爱他们就是爱他们到底 就像我们 我们这些属耶稣基督人 耶稣说他爱我们 就爱我们到底 他说难道他们施脚了 然后他们被弃绝了 好像我们外邦人就被接纳 那这样子 这样子 这个是 那他们是不是永远就 就是没有希望 他说断或不是 那反倒是因为 他就在这边告诉我们说 如果他们的 他们拒绝耶稣 以至于福音呢 就祝福呢 就临到外邦人 那赢到外邦人 那这样他们是不是就被弃绝了 不是的 他说神原来的计划 神是要坚决犹太人 拣选犹太人的目的 其实是要来祝福这个世界的人 你知道神 在以色列出埃及之后 神拣选他们 其实每一个人 每一个支派 每一个人都是侍奉神的人 可是后来他们会拜金忧督 结果侍奉神就变成 少数的人 就变成立位支派 只有立位支派可以侍奉神 其他的就只能在外围 在外围 他们就等着看 一定为了来释放神 其他人都没有资格 那对不起 祈祝上帝的心意 原来不是这样子 原来是每一个支派人 他们都是祭司 所以在就位里面 神要的是一个祭司的国度 是因为祭司的国度 每一个人都成为祭司 那君王是祭司 祭司长 祭司就是祭司长这样子的位置 就是最大的祭司 那每一个人都是 这个国民每一个人都是祭司 那祭司做什么呢 就是把人带到神的面前 把人引到神的面前 那每一个人 以色列都是祭司 那他要引导谁呢 就引导这些 世上的这些 所他们所做的外伴 那就是弟兄姐妹 犹太人失败了 他们没有这样做 他们反而 本来是应该指出一条路 把人带到神的面前 那结果他们变成一堵墙 把外伴们的隔在外面 并且告诉他们说 你们是没有希望的 因为你们 你们无分 无权无纪念 那弟兄姐妹 感谢神 上帝的心意不是这样 上帝是要借着他们 来祝福外伴 可是他们失败了 那结果怎么办 那神呢 就越过他们 把这个恩典 恩典的福音 直接就给了 给了这个外伴 那现在 保瑞的意思是说 那这样子 犹太人是不是就 永远被弃绝 他说不是的 他们不是的 他说你们一定要知道 如果犹太人的失败 犹太人失去的 你们就得着 那如果犹太人是得着 犹太人是新增的 那你们就一定会更好 那保瑞的意思是这样子 是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感恩 我们蒙了这个恩典 是因为犹太人不要 那上帝就给了我们 那弟兄姐妹 如果 所以我们回过来 来祝福以色列 当以色列被祝福 那我们一定更加倍的 要得到那个祝福 这就是保瑞 真的告诉我们 这是福音的奥秘 现在福音是已经赐给了外邦 现在要有外邦人来传分给犹太人 那是犹太人能够翻转过来 亲爱的弟兄姐妹 感谢下人 感谢下人 我们 我们本来是无权无分无纪念 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 感谢主 福音临到了 哥尼友 哥尼友 神借着 彼得打开了 从哥尼友 打开了 外邦人信主的 的机会 跟这个门 从此之后 福音就不再 但只有在犹太人的中间 乃在全世界各个 各主各国各方的里面 所以到有事的里面看见 在宝座的面前 不是只有犹太人 一个国家 一个民主 而是有各国 万国都在当中 万国万邦都在宝座的面前 所有的救人都在那边呼喊 哈利路亚 赞美 被撒的羔羊 弟兄姐妹 我们感恩在上帝面前 神不会改变 神我们纵然 不信 但是神仍就是可信 感谢上帝的恩典 救恩 一度越过犹太人 临到外邦人 但是弟兄姐妹 感谢上帝要借着外邦人 蒙恩来激动犹太人 这些东西都是我们的 现在他们得到了 那我们应该回过头来 每一个人都让犹太人知道 不是靠预法可以得上 乃是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 就可以领到 弟兄姐妹 我们感谢神 无论是谁 都是一样 信耶稣得到永远的生命 信耶稣就可以得到耶稣基督的救恩 使我们可以脱离黑暗的群世 进入爱子的孤独的一面 上帝赐福给你 与你同在 美好的事已经临到你我的身上 感谢主 今天是一个安息日 预备你的心 明天早上一早起来 我们就要早早地来朝见我们的神 感谢主 明天我们儿童大路里 要有一个解业式 我们来看这一群的孩子 当中有一半 不是我们教会的孩子 当然其中有一些也是基督徒的家庭 但是大多数 这一半的家庭 大多数都不是基督徒的家庭 求主恩待我们 让我们一起在敬拜当中 让我们在一起的祷告当中 唱诗赞美当中 我们的分享的见证当中 让他们能够得到耶稣基督的救恩 弟兄姐妹 你自己要来 而且你要为他们来祷告 明天这群的孩子 要表演在我们的面前 能看见一群的孩子 他们是为我们未来的盼望 我们也感谢主 美好的事 正在发生在你身上 求主祝福你 感谢主 美好的新的一个礼拜 即将展开 感谢主 明天我要祝福你 你就会领受新的一个礼拜的安纲 阿们